那就是像这种,如果过去世他做过法师,他什么原因他没有脱迪路到轮回,然后又为什么会允许你呢? 意志不坚定,做错事情,现在有很多法师都做错事情,对不对啊? 否则为什么有一句话,对不对啊? 因为人在修,并不是代表你艺术家,你就什么都懂了 因为我们虽然没剃头,但是我们也在学佛,法师也在学佛,对不对? 众生平等,明白不明白? 明白了 那么他们做错事情,会受到更大的报,而我们做错事情,我们也会受报 这就叫道理 那就是为什么下辈子不能再,还要继续投人的原因,所以会得到一些福报,明白吗? 师父,有时候真的觉得六道轮回太可怕了 我们就算有时候说说了一辈子,如果没修好的话,说不定哪辈子又迷失了 你想想看,如果你,你想想看你上辈子做了一辈子的法师了 对不对啊,你这辈子你看还是这样,你说你可怕不可怕 而且把你上辈子的福德都用完了 嗯,我真的真的,我一定要好好学,一定要脱离那道理吗? 对 好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